假新闻 资讯泛滥 我们该怎么办 媒体内容的影响力 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想法 更重要的是 还可以改变人心 改变人生 它应该为社会的问题 寻找出路 为负面事件建立正面典范 更可以对社会或个人的苦难 给予扶持的力量 不足恶事如何把它净化 唯有清流的人文 我们暴政 我们要如何很圆融地导正 在这样的时代 人人调整好自己的行为 在自己的心态 整整都要好好的调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